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今天要繼續來實況快樂家樂園啦 今天我想要幫VIP來打造房子了 玩到現在我們終於能幫VIP打造房子了 VIP也就是動物森友會裡面的NPC角色 那我今天想要邀請一下 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隻NPC角色 也就是幽幽 我們要來幫一個幽靈蓋房子了 那我們馬上來邀請她進來吧 來吧 其實有點擔心幽幽會不會沒辦法邀欸 應該可以吧 讀到了 有了 幽幽的amiibo 來吧 可以耶 來吧 要不要蓋別墅呢 對對對 要不要蓋別墅呢 你荒郊野外生活很久了吧 你也不想讓人家在那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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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你也不想讓人家在那裡嗎 你也不想讓人家在那裡嗎 所以喬美看得到她 你也不想讓人家在那裡嗎 你也不想讓人家在那裡嗎 好喔 我來選我來選 但飛鴻的地園 我會想讓人家在那裡嗎 我會想讓人家在那裡嗎 這位置在那裡嗎 可以嗎 然後就有一個地方 比較好 剛才的地方 這位置在那裡嗎 我會想讓人家在那裡 來 兩層兩層 那邊是這邊 難得有大房子嗎 那你又要去那邊 現在要去那邊 要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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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你又要去那邊 要去那邊 我們為了他的生命安全著想 我們先把時間調到晚上好了 好 就這個時間 訂單只有一個悠悠的照片 好可愛喔 我也想要有悠悠的照片 我們讓時間再亮一點點 差不多這個 早上五點的時間 悠悠應該還可以行動吧 但又不至於太暗了 那該怎麼蓋呢 這邊當然是改成和風橋啊 這樣才更有鬼故事的感覺 那我們來房子選擇一下 這樣子吧 我已經很見諒的讓他看起來稍微可怕一點了 畢竟是幽靈要住在這裡 那旁邊都是竹林嘛 我們竹子可以再多種一下 讓前面的竹子稍微矮一點 來為我們的MVP種一些雞蛋花吧 後面這邊有一些竹簾柵欄 故意留一個空間 給VIP零欄花吧 畢竟是VIP嘛 這個我覺得很必要 日式恐怖風格 會很需要這樣的東西 把它擺旁邊一點 再來用石頭造個井 石燈籠 放在橋的兩側 竹籃 和風墳墓 放在角落這邊吧 老闆墓前呢 我們放個竹製的竹台 丟在這裡 這邊可以放這個竹流水造擠 再多放一個灌木丛吧 這樣左半邊就會已經佈置得差不多了 接著我們還可以把竹子變成最小竹筍狀態喔 放在比較旁邊 這樣整體上就差不多了 雖然我覺得住在白天的悠悠應該也會很迷人 但為了她的生命安全著想 我們還是把時間調成是晚上 我們用不規則的路面鋪了一小條路 可以前往悠悠的別墅啦 再增加光顯的岩石 最後擺一個石獅子在門口 這樣外面應該就完成了吧 我們到裡面吧 裡面的部分我想要營造出 之前我有在直播的恐怖遊戲 恐鬼陣 我想試著用出那樣的感覺喔 farmhouse 他們的小木屋裡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調節燈光啦 用藍色的 深藍色 這樣就非常有feu了 首先原木床鋪先把它丟出來 我們應該會用到很多原木系列的家具 躲鬼用的櫃子 搖移 原木裝飾架 把它拿來當床頭架 稍微改一下位置 幫他改一下床單的花色 再用一張對比色的地毯 所以悠悠是可以睡覺的嗎 可以耶 原來悠悠也需要睡覺的 床旁放一個櫃子 把悠悠照片放上來吧 我們再使用分隔牆把臥室給隔出來 再來我們來處理廚房的部分 廚櫃架 廚櫃架 感恩節桌 再附幾張鄉村椅子 桌上放一些醃蔬菜 椰子油 這種瓶瓶罐罐的東西 讓鬼丟喔 接著呢我們放一個古董小桌在這裡 接著呢放一把斧頭在這邊 放一個紅色塑膠墊在這裡 接著呢我們來放一個雙人座的沙發 放一張邋遢桌 再放一張壁掛式的電視在這裡 接著呢我們來布置一些燈吧 每個區域的啊有一個燈喔 零食 放個洋芋片在桌上 一定要有的電源開關 這邊也要有 放個香川矮桌 放幾雙鞋子在這裡 這不是給悠悠穿的喔 接著呢我們再來架幾台攝影機 因為我們要調查一下靈球從哪裡出來 掛幾幅畫在牆上啊 特別是這種有人臉的 我們可以放一張古董地圖在地上 我們可以放一張古董地圖在地上 假裝是通靈版 再放個單眼相機 玩恐鬼陣的時候呢 道具就是會亂丟 接著呢我們放一瓶寶特瓶飲料 這是鹽巴 灑鹽 雖然有點大坨 灑兩搓鹽 稍微換一下方向 總共可以灑三次 好這樣一樓就補紙完成了 我們再去二樓吧 二樓整體上也是跟一樓差不多 差不多 那這次呢我們來布置一下廁所吧 他居然開心到拍手欸 看到這幾樣傢具 很久沒使用的是嗎 淋浴組合 樹洗臉台 我們還是需要一個拍髒水的地方 但很可惜這個馬桶沒辦法讓它髒一點 買個隔間簾 再來鋪個彩色的塑膠墊 再來鋪個彩色的塑膠墊 又到了隔間時間 再來是另外一間臥室 放個優雅床鋪 用木裝飾架 再來放個洋娃娃 藍色的 我們放一張米色優雅地毯 房間的電源開關 用黃色的燈 躲倉用的櫃子還是需要的 我們的電閘在二樓 就在這個櫃子旁邊 這邊就當個雜貨間吧 推車 玻璃燭台 放在這裡 屁掛式的工具掛鉤 圓形暖爐 放在這個地方 掉在地上的兔子玩偶 接著來放幾根蠟燭吧 蠟燭上面我們來放一個魔法針地毯 超有儀式感的吧 我們還可以拿一個現箱盤 假裝這是聖木 這個 這個顏色就對了 接著我們在地上放個十字架 十字架是自己畫的 比較陽春一點 丟兩個 牆壁上來掛一些人像畫吧 我們來放一下裸燈泡吧 對應一下開關按了之後會亮燈的房間 角落堆還可以放個噴漆罐 好的 那我們應該就完成了吧 就這樣子啦 Besemophobia風的鬼屋 我們來跟悠悠交差吧 完成了 乎接受了 鯉雞龍 糟泰 沒錯 意義非凡喔 來看一下吧 Besimovovia 我的特寫斧頭啊 太好了 沒問題 讓我拍一下吧 拍到鬼真的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 希望不要獵殺我喔 好的 這樣子的今天的裝潢大功告成了 我好喜歡喔 特別是這一區真的是有在調查的感覺 對了 我們可以幫悠悠換衣服嗎 我來試一下喔 悠悠可以戴帽子耶 好可愛喔 這個呢 哇 蛋殼帽 哇 別朵花也好可愛 兔耳朵呢 哇 兔耳朵好適合喔 原來悠悠可以戴眼鏡嗎 搞笑眼鏡 還是不要好了 原本的樣子比較可愛 那我們幫她換個帽子好了 就讓她戴著兔耳吧 我要回去了 我要回去了 好可愛 今天是VIP喔 我的第一棟VIP喔 一樣是一萬五啊 我以為VIP可以多一點 完成了 那我就把我今天做的看燈上去啦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親自來我的房間看一下喔 那我的號碼是 RA484290720916 除了悠悠之外呢 還有一些我之前有佈置過的 還有一些 我自己私下玩佈置的房間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來看 那下次我們再繼續 把主線給過完吧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